据俄罗斯卫星社报道 顿涅茨克最高法院判处三名外国雇佣兵死刑 报道称 英国人阿斯林和平纳以及一名摩洛哥人被判处死刑 调查称 证实这三名外国雇佣兵为报酬参与俄乌冲突 报道还称 根据顿涅茨克当地法律规定 被判死刑者将被执行枪决 被告可以在一个月内对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 并要求宽大处理 报道指出 这三名外国雇佣兵8日对自己的行为表示认罪 阿斯林还对进行培训来实施恐怖行动表示认罪 另据俄罗斯卫星社顿涅茨克6月9日报道 顿涅茨克最高法院审理外国雇佣兵案件的审判长 在宣读判决书时表示 在顿巴斯为乌克兰效力的英国人平纳 在自己国家已经被认定为恐怖分子 审判长表示 来自英国的平纳此前曾在自己国家服兵役 平纳因参加伊拉克和叙利亚的战斗而被英国通缉 并已经在英国境内被认定为恐怖分子 因此他抵达乌克兰参战 此外据俄罗斯卫星社莫斯科报道 英国外交大臣特拉斯谴责英国雇佣兵在顿涅此刻被判处死刑的行为 并称此举没有合法性 报道称特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强烈谴责对阿斯林和平纳判刑 他们是战俘 此为没有任何合法性的无效判决 我的心与他们的家人同在 我们将近一切可能帮助他们